9月15日,中国守卫自由国际世界第一人坦克邱建良,将迎来职业生涯有益挑战,因为这是他将参加首场职业拳击比赛,对手是保持八战全胜六场KO的泰国拳王萨杜迪,尽管对手并非亚洲领级职业拳击手,但对于出世职业拳击的邱建良来说, 依然容不得有半点闪失,近日,邱建良在紧张为战之余,不忘组装自己的头脑,其带用更睿智的策略应对未知的挑战,他通过社交平台写道,多练武,多读书,强健体魄,武装大脑,与此同时他还配发了训练前拉伸韧带的准备活动,以及宿舍内桌子上摆放的两本书中国通史和人类简史,让人不得不钦佩 他有勇有谋,文武装拳的拳牌特质,对此,粉丝们纷纷留言力挺道,不是一件满夫,文武双修不错,阿洋退役后,建议去大学当教授。 你的学识,口才,经验,目前所有体育系的教授,水平不到你的三分之一,在高速运转的拳击运动中,知识深度也可以作为及时反应,选择的求胜关键,足智多谋,强身健体,后踢在京,出神入化,看吧,俄罗斯老幕后踢。 乔治西夏,为灵辉积附,可以讨多少人,高手都有自己杀手锏,加油,你现在已经是比文武全才了,大侠风范,我见到过剑步最快,打得最好的勇士,加油,值得一迭的是,尽管粉丝提到的教授话题有些一篇概全。 但邱建良的确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搏击天才,他不仅是国内学历最高的拳手之一,还精通多国语言,对待朋友和身边人,也从来没有明星架子,在拳台内外都令人倾佩有加,至于他能否在拳击手秀上杀鱼而归,让我们拭目以待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